開始進入六月份 除全息行情慢慢開始暖身 今年所有上市規 要發去年的股息 總共金額加起來超過了2.5兆元 所以算一算到今天為止 總共十九檔的上市規 個股殖利率超過了百分之十 包括了像聯發科 作用百分之十的殖利率 所以股價似乎從底部開始翻身了 但是高殖利率就是值得追進的好股票 就是值得存的好股票嗎 No 專家說 小心有一些是陷阱 但是有除全息行情 怎麼吃大戶的豆腐呢 明翰老師 我們請您上台來 我們剛剛還在聊 很多的散戶 很多的投資人 對於一些高殖利率 通常會有哪些迷思 OK 我們先講第一個誤區 簡單來講 大家可能對於殖利率 這一塊來講 可能不太重視 覺得除全息行情還好 就是印象裡感覺沒有長 因為除全息行情感覺好像股市大漲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誤區在哪裡 我們直接給大家看 過去十年加權指數的統計 五月其實本來就是平平的 你可以看到重點 可以看到六月七月 這兩個月上漲機率跟平均漲幅非常的高 那我跟跟大家講誤區在哪裡 因為如果很多人統計數字 可能跟我有點不太一樣 原因就是因為如果你自己跑 你六七月可能大致上是長這樣平平的 為什麼我跑出來不一樣 因為我這有還原 把那個除息的指數給扣掉 你如果你今天沒有還原情況下 你會發現六七月是平的 可是有一個問題 因為指數六七月增發了接近四百點 然後最後又是平的 所以你要把它算進來 其實就是告訴你 每年六七月漲了四百點 大家都沒有發現 所以我剛剛講 你回頭過來會發現指數沒有漲 所以投資人常常覺得除全行行情還好 但其實是因為除息扣掉了 對 其實除息扣掉 其實每年漲了三四百點 就在這兩個月你反而沒有感受 我跟他講 其實就法人的感受來講非常深 以前我在自營投資的時候 一年最好賺兩個時間點 一個就是除全息的時候 另外一個是年底旺季 十二月特別會漲 我們每次都抓這兩個時間點 尤其這個時間點 我要告訴大家 大家會講繳稅的問題 但是如果法人端 我們賺進來 我們就分錢 我們就分獎金 稅是公司繳 所以我們就不管了 就這個時間點 大家賺這個錢 我們自然就有獎金可以分 而且每年就把握 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這個年底旺季 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除全息行情 所以我跟大家講 常常第一個誤點 就是對這個除全息行情 不太重視 我要跟大家講 確實這一段來講 其實你只要參與 其實是非常好賺的 一年當中兩波的高潮 是他們專業人士最在意的 第一個就是暑假的除全息行情 第二個是年底 那但是說到了高殖利率 到今天為止 我給大家看一張字卡 目前累計已經公佈去年股息的 殖利率前十名當中 常融46%的殖利率 陽明32%的殖利率 這些都是超過10%的 另外還有九檔不在名單當中 來我們來解一下這個迷思 很多人覺得高殖利率 看起來就是值得存股好的股票 這是什麼樣的迷思 對我第二個誤區來講 就是分不清真的或假的高殖利率 簡單來講 大家都殖利率很簡單嘛 就把他的這個配的股息 除上他股價 然後就看到數字就買了 但是我老實講 他有很多其中原則 簡單來講 就是今年後續的展望非常重要 那法人有辦法判斷 那一般投資人沒辦法判斷 其實很重要一點 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你必須要是一個穩定的獲利 不是只有去年配 以後要去年配 我們就是跟大家講 就是所謂的真的 GEO的高殖利率長什麼樣子 他一定是本業獲利穩定 不是說業外來的 然後他有個高股力的配發率 所以你會發現過往 他不是只有今年高殖利率 你隨便往前檢查個幾年 他都維持非常穩定 簡單來講 然後這一塊來講 就可以參與出全息 因為這樣的個股 他很容易做填息的動作 那這一塊來講 才會有常常講進可攻退可守 為什麼會退可守 因為當跌的時候法文會去接 所以他會抗跌 當如果你是假的 一次性的高殖利率會什麼 像他通常來講就是獲利波動大 或者是簡單來講來自於本業 賣了土地 賣了土地 被勝訴達到的獎金 甚至火災保險金進來 都會導致獲利大增 那這一塊來講 其實簡單來講就只有這一次 今年發完明年就不會再有了 所以除息誰要再去買 根本就不會填息 那所以高股利只有經驗 所以你簡單很去檢查 過往的如果殖利率 相對比較偏低的 像這種個股來講 簡單而言就是他不會退可守 下檔來講不會有撐 第二個來講 就是他後續填息是很困難的 當然這種個股可不可以做 不是不行 只能除息前賺價差 消息面 對 每次消息說他有多高 那自然就會大漲 但通常來巡行力都不會太強 那如果你要賺點價差 我覺得也無傷大意 但是我常跟大家講 為什麼有這麼高的殖利率 簡單道理就是因為 為什麼這麼高 就是因為他股價漲不上去 那所以其實來講 他都是有原因的 OK 好 兩大迷思 第一個大家覺得 除息人息好像沒什麼 那是因為你把除息的 蒸發的點數沒有算進來 算價你就知道有什麼 第二個迷思是 到底是掙扎高殖利 要看他本業是不是穩定獲利 年年配高股息配發率 大概配發率你抓多少 幾趴甚至大方的 我老實講 正常配發率比較不一定 大致上六成到八成之間 我覺得都是合理 我只能告訴大家 通常法人在抓的高殖利率的個股 應該是落在五到十個percent之間 所以太低來講 可能沒有吸引力 一般來講 因為我們的經驗過十個percent 其實我們會害怕 你也不代表一定不能買 但是我們一定會特別去檢視 基本面今年還有辦法成長的 我們才會做比較明顯的 這個所謂去做低階的動作 ok 好 所以第二個迷思 到底是真假高殖利率要分清楚 第三個是一檔個股 我覺得符合這樣子 我看好這樣的行情 也是真的所謂高殖利率概念股 我到底要不要參加除息 ok 其實我個人覺得 這個也是一般投資人誤區 因為媒體一直不斷報導 尤其前幾年 在稅率不斷的拉升 那大家會覺得說 常常這個繳了 這個所謂的稅了 對不對 到最後還貼息了 然後兩面虧 所以很多人就告訴大家 不要去參與除息 可我跟大家講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 簡單我們先講到 這個所謂的稅率的問題 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樣 我們先抓一個所謂的年薪 大概這樣在七十萬左右 等於一個月大概在接近六萬塊的 一個所謂的上班族的一個水準 假設他股力 就是沒有跟十萬二十萬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的稅率會長什麼樣子 那你因為你原本的七十萬 你必須要減掉可扣底稅額四十二萬之後 其實你真正要繳稅的 是這個二十七萬的一個稅制 那如果你今天兩個加總之後是八十萬 所以你會變成三十七萬要繳稅 一樣的這是所謂的九十萬 減完有接近五十萬 各成的稅率五個percent之後 這是你該繳的稅 是一萬三千八百五 一萬八千八百五 兩萬三千八百五 假設你的稅率是五%的話 對這個看起來 因為這個是低於一百五十萬左右 所以理論上就是五個percent 那我們是在說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看起來好像當然是 加了這個股力之後你要繳的稅額比較多 就變多了 可是有個問題 股力是可扣底稅額的 所以你當這個金額來講 你會退稅八點五個percent 對 所以你因為你沒有繳稅沒有 這個繳了十萬塊 最後其實可以退八千五 所以你本來要繳的一萬八千八百五十 扣掉了八千五 扣掉八千五之後 其實是一萬零三百五十 比這還要少 對比這個地方 因為你沒得扣 這個二十萬的情況下 它變成可以扣一萬七 所以它最後只繳了六千八百五十 所以這個跟大家想的可能不太一樣 老實講會不會因此的稅率增加 會 但是應該這樣講 稅率一般的這個急距從五個percent 再往上是十二 在上面是二十 如果你是二十個percent 我就相對來講 你進來的股力 就會導致你的費用增加 因為趴數高了 對 理論上 如果你是五個percent 十二個percent 其實嚴格來講 都有可能持續往下 那理論上五個percent 你絕對一定是往下 你參與越多 反而你的稅會繳得越少 所以跟市場 常常告訴冠書人的觀念就是說 你先繳了稅 還貼席 你根本就是笨蛋 其實嚴格來講 跟想的不一樣 這是第一個關鍵點 第二個關鍵來講 就是一個所謂的股性的問題 我們看到下個階段 怎麼樣跟這個吃大戶的豆腐 我常跟大家講 這是我自己以前自己 卻發現的一個很特殊現象 以這個除息日去切開 你前段當然會有氣息賣壓 所以股價會相對比較弱 但不代表每一檔 可是我覺得只要正常 我們符合我們剛剛提到 真的所謂的高值利率個股 他有個除息的隔天 他股價正常來講都會開高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我自己大量去統計 理論上這個所謂的正確率超過八成以上 那這一塊來講 就是如果自己的稅率相對比較低的 這就是自己的優勢 每一次除息前股價弱 除息後股價強 所以你這個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我剛剛也提到 如果大戶來講 他必須要分離剋稅 剋28% 他就是紮紮實實的 還沒拿到就先被扣了三成 但是我們一般投資人如果12%以下 我們反而是退稅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去吃他的豆腐 你必須 這個高稅制的大戶必須要在除息前退場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開始進去撿便宜了 這個除息之前嗎 對 除息前 那會有兩種方式 如果你在之前就看到大戶賣壓的時候 你就可以分批開始買進 那這個把握一個原則 你只有黑才能買 上揚的時候不追 你只有拉回的時候再買 但是如果最後除息日接近 尤其是最後一天的下午盤 就閉著眼睛直接買進去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除息日之後開高的機率非常的高 就過往經驗 我每一次這樣操作 都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你會看到隔天他們就大戶就開始回補 因為該角的稅已經閉著 對 它已經閉開了 所以它隔天就開始回補 所以你會被等著被抬腳 這時間點來講 你會看到就是股價轉強 把握一個原則 你就是如果股價開始轉弱 或填息之後 再慢慢下車就可以了 你要不要填息 我個人的角度 填息的情況下 只要它還繼續漲 我就不賣 是 我賣到它不漲了 我就開始就出去了 理論上我要嘛在等它填息 那等到它整個漲勢結束 那這個時候做什麼事情 你就把這個價錢 馬上再買到下一檔 再去重新重複操作 對 因為它有兩個月的時間 它有大量的這種股票 所以你從應該說五月底 就開始有陸續這樣的股票 一直到六月七月 是所有最精華的 一天有四五十檔讓你選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個股 符合這樣的條件 所以你可以在除息日之前 去吃這個大戶的豆腐 當然我這個就是真的是這種 螞蟻雄兵的力量 那認為說後續來講 只要它在除息過後 大幅買進之後股價就會轉強 所以我們是要趁著除全息行情的時候 去找高值率的概念股 來做波段操作 對 沒錯 而且我就跟他講 就只做這一小段時間 而且通常他這個時間點短 而且非常強勢 但是我們剛剛就提到 這個要是真的高值率個股 如果你看到真的高值率個股 在除息日之前股價有氣息的賣壓 因為高稅支的大戶 他在出場避稅了 這時候你自己是屬於低稅制的 而不是那種二十趴以上的 那個另當別論 你是低稅制的投資人 進場減便宜 進場或許在除息的前一天 你說閉著眼睛買 或者是在 你也不用管他漲貨跌 就是買就對了 剛剛提到 你在除息的那一天 最後一天的交易日的下午盤 到十二點過後 你就必須 就算漲也必須要切入 因為隔天會開高 你就是要賺一個價差 你只要一隔天開高 你就安全了 那就我過去經驗 我剛剛常常提到 我甚至買了大量 我當心當天晚上的 美股如果大跌 但就我過去 就算大跌 他隔天都可以開在平盤 讓你出 其實相對是非常安全 你第一天都賺到價差 如果他一股作氣 連續大漲兩三天 我每天只要他繼續漲 我就留著 等到他開始不漲了 要開始弱了 我就開始賣掉 再去尋找下一檔 好 很好的SOP 好 那最近要進行除息的 有一些些殖利率還不錯 我們要怎麼判斷 這殖利率還不錯的 適不適合剛剛講的 那個操作模式 對 來這塊來講 我們就跟大家看一下 這是一直到 這未來兩週的個股 我們先抓一下 因為這個是所謂的 我們看到這個是這個 今年的殖利率 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所謂 航運族群 就如同剛剛看到陽明 長榮一樣 他殖利率來講一定會很高 那他有一個特殊現象 因為畢竟來講 他是兩年的這個行情 所以兩年行情 你可以看到兩年的殖利率都很高 可是你再往前檢查發現 他瞬間就不見了 這是告訴大家 很簡單的一個角度 這個就是所謂景氣循環股 那你如果不小心 你是追在這年還沒問題 但是今年來講 他的獲利妹已經往下了 你不要 你如果看很多投資人 搞不清楚 一看這13個percent 這麼好的為什麼不買 是去年 對對對 所以我跟你講 要去檢查過往的經驗 這可以 這是一個很簡單 而且很雖然看起來很笨 但是最簡單 最安全的方式 你只要前兩年都能夠 很安穩穩定的個股 我覺得才是真的 那像這種你一往前抓 就發現假的 這種的來講 我就不建議下去做參與除全息 因為就算有波段的行情 那可能來得很快 去得很快 那這塊來講 就我剛剛提到 你在除息前 如果很多人轉強 有些人搞不清楚 要去搶進的 你就可以去賺點價差 但是切記這個 不要去參與除全息 因為後續來講 我擔心會有貼息的可能性 但是下面這塊 我們就幫大家抓一些 你可以看到 都我個人是覺得 最起碼你前兩三 你不要低於四個percent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那你可以看到都是穩定的 其實我個人就覺得 高值利率不求高 超過十個percent 其實風險反而大幅增加 那我剛剛提及 五到十之間都ok 那你中間一兩年低於五 但在四個percent以上 我覺得都還算穩定 所以我們就幫大家篩選出 再來這兩個禮拜 即將要這個所謂除息的 那其中我們看到連牆跟群光 其實基本面也都不錯 那也是電子族群 但是我們看一下走勢 來看一下連牆的k 像這種我反而不建議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因為你今天把握一個原則 所謂的你要做除全息行情 是做小力大量的這個滾動 所以已經上揚了 你就不要去追他 除非回到五日線下 你再做低階的動作 如果太強我們就不追 群光長什麼樣子呢 一樣問題 像這種就比較不適合買 ok 這跟大家想不一樣 可能大家喜歡買強勢股 可是這個是操作邏輯 你只要賺一點小價差 只要一漲了 其實風險就拉高了 ok 那你再回到我們字卡 可以看到台郡或真頂 可以看到台郡的股價 來669K 這種震盪這種就安全吧 ok 那你只要我剛剛提到 還在還沒出息前 如果有跌得莫名其妙的 你就買一些 其實我覺得是安全的 那最後你可以去搶劲賺 最後一天的這個五盤之後 去搶劲賺點價差 像這種個股 我覺得都沒有太大疑慮 所以其他包含這個台郡 真頂或重月 甚至在這種所謂營建股 常營建股大家都有一個迷思 就是覺得說營建感覺 狀況不是很好 但是人家真的每年扎扎實實的 而且其實他們殖利率真的是高到 甚至往十個%靠近 為什麼營建股都可以有這麼高的支率 簡單來講 好了行情的時候 大家沒有疑慮 可是行情不好的時候 為什麼他還能賺那麼多錢 就是因為真的整個市場 其實就被這些幾家大公司說張空 所以他每年其實還是有辦法 蠻穩定的獲利 所以他還是有高支率一個 那我就跟大家講 如果像這樣震盪整理 如果拉回到五次元 我個人覺得像這樣營建股 其實就過往經驗 他在除息過後其實也都會填息 所以我覺得像這種個股 其實短時間來講撇開基本面 他只要能夠在這個所謂的除息過後 有強勢行情其實都可以參與 太好了 謝謝明翰老師 請先回座了 所以今天教大家高值利率的操作 並不是買了之後 要存一年兩年長相廝守 而是趁著除全息行情的時候 找一些有高值利率題材 而且是真的高值利率 不是只有一年兩年 真的高值利率題材的 去做波段操作 進場的時間點 操作的模式 提供給您做參考了 謝謝明翰老師 好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要帶您看到 今天台北股市出了一個大量了 這個量再把天花板往上頂高了 下一步台股會怎麼走 喝一口水看一些廣告 稍後準備聽葵谷老師上課囉 咦 那邊 看一看 我來看 我們在看 這幾個月的手 大家看 我來看 我來看